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一场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获得最后的胜利 不过张学良的所作所为还是惹恼了牙子必报的蒋介石 他的后半身几乎全都在软禁当中度过 而与他共同实现西安事变的杨虎城 更是死于非命 被软禁的张学良与赵一迪在蒋党分子对其软禁结束之后 张学良曾表达过回乡的愿景 并且被中央所重视 但他却在表示同意之前提出了三个条件 一 西安事变与蒋介石的报复在西安事变之前 张学良曾任职于育恶晚三省脚总副司令 算得上是国民党部队当中一位想当当的人物 年轻时的张学良 但在这个时期张学良过得并不开心 因为日寇已经侵占了他的家乡 并且对整片华夏大地都虎视眈眈 作为军人 张学良对于战争的嗅觉十分敏感 他知道中日之间必有一战 如果不团结力量的话 中国人势必会在兵桥马状装备精良的日军面前吃大亏 但是在民族威王的揭故眼上 蒋介石却依旧跑去西安督战脚供 张学良抓住这个机会向蒋介石敬见 请求组建抗日统一战线 却直接被蒋介石拒绝 顽固的蒋介石1936年12月9号 全国多地爆发了以学生为主体的 纪念129运动一周年的游行 这些学生都希望蒋介石能够拿出抗日的态度 挽救自己的民族和国家 但是蒋介石手下的特务竟然开枪打死了一名学生 这也让整个游行的气氛变得高度紧张 蒋介石还把张学良派出去镇压这些示威的学生 张学良心中十分痛苦 他与这些学生一样 都希望蒋介石能做出改观 看着这些高呼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口号的学生 张学良对于蒋介石的忍耐也已到达了极限 12月12号 张学良决定与杨虎城共同兵舰蒋介石 用武力这样的方式来迫使蒋介石不得不重视抗日和民族 张学良与杨虎城他们直接控制住了蒋介石 并且发表了著名的救国八项主张 实现了当时中国的政治自由和民族战线的成立 从结果上来看 张学良的选择无比正确 如果不给顽固的蒋介石摆上一道 民族的内部问题甚至会比日寇的侵略更为严重 但蒋介石毕竟不是一个深名大义的人 他对于张学良的信任也在这一场事变当中彻底消失 1938年11月 张学良与杨虎城双双被囚禁在了贵州省的杨明洞 昔日的国军领袖变成了阶下囚 杨明洞就指在整个抗日战争当中 张学良都没有被释放 而是来回被人换着地方关押 由于自身的威望本就较强 张学良勉强保住了一条性命 没有像杨虎城那样被直接迫害致死 但他依旧不被蒋介石所信任 解放战争开始后不久 张学良就从重庆白宫馆被送去了台湾 虽然张学良在台湾的生活相较于大陆更为自由 但他却依旧是个被软禁的人 被软禁的张学良 也许张学良自己都没有想到 蒋介石将自己这一关就是整整50多年 二、蒋党退散与张学良的自由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 蒋介石依旧在台湾享有着几乎最高的话语权 因此张学良也一直被蒋介石等人所控制 虽然蒋介石在1975年死去 但他的长子蒋经国却依旧控制着张学良 蒋介石与蒋经国合影 不过在1988年 蒋经国也因病在台北离世 他的死亡也意味着蒋氏父子对台湾的统治 在某种程度上告一段落 煞时间 整个台湾地区都响起了为张学良等人平反的声音 人民群众的眼睛视血亮的 大家都没有忘记张学良对抗日战争做出的贡献 在民众以及政界首脑的压力之下 台湾当局终于在1990年不得不恢复张学良的自由之声 解除了他的软禁 张学良也终于结束了自己52年的被软禁生涯 张学良晚年照 在恢复自由身之后 张学良就一直想要回到大陆 中国人都信奉落叶归根 张学良自然也不例外 只不过迫于台湾省形势 此事并不能被放到明面上来 1991年3月 张学良对外称自己要去往美国探望自己的亲人子女 但他此次出行却有着另一个目的 就是要派遣大使回到中国大陆与中央沟通 张学良选中的人名叫王毅 他的父亲曾经在张学良手下担任过帝氏军军长 深得张学良的信任 王毅照而王毅也没有辜负张学良 在张学良与美国走亲访友之际 他也真的顶着压力联系到了中央 并且将张学良的想法如实地透露了出去 三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 其实大陆方面也一直在关注着张学良的动识 毕竟他的确可以被称得上是一位民族英雄 如果没有他斗胆兵舰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就绝对不会那么顺利 因此周总理在世的时候就经常和身边的人嘱咐 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 这句话中的老朋友 当然只带的就是张学良这样的人 伟大的周总理在得知张学良有意回往大陆的时候 北京方面立刻重视起来这项事宜 并且做出了充足的准备 不仅承诺在北京为张学良举办寿宴 同时还保证为张家修筑林墓 帮助张学良之父张作林的遗旧进行转移 之后邓小平还派出了吕震操将军去往美国 亲自与张学良进行沟通 吕震操与张学良其实是老相识 二人不仅是同乡 在之前甚至还是上下级关系 吕震操算得上是张学良手下的部将 张学良对吕震操有着难以言说的知遇之恩 二人的感情也极为深厚 吕震操在接到这个任务之后也欣喜异常 希望能够一手将自己的这位老将军接回故乡 抗日名将吕震操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之下 吕震操坐上了去往美国的航班 正式开始了关于张学良回到大陆的相关交涉 四张学良的三个条件 1991年5月29号 吕震操在辗转多次航班之后 终于如愿以偿地找到了张学良的住所 此时张学良也拖着自己老去的身体 站在门口近待固有的盗篮 虽然二人已五十多年没见 但还是一眼都认出了彼此 当时的他们一个87岁 一个91岁 都已经是十足的老人 但却依旧紧握双手 酷诉思念 吕震操与张学良重逢的喜悦无疑是令人激动的 张学良与吕震操谈起了抗日时期的那段真容岁月 谈起了张学良被囚禁之后 那群龙无首的东北军 更谈起了战争中的血雨腥风与英雄悲歌 听到吕震操而谈 张学良的心中被羞愧填满 他激动的说 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没和你们一起打日本人 但吕震操也表示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为抗日战争做出的贡献 丝毫不比那些在前线厮杀的士兵要小 在开心的交流结束之后 二人也决定在第二天晚上 进行返回大陆相关事宜的秘密谈话 邓颖超第二天 吕震操拿着周总理一双邓颖超的亲笔信 向张学良表示了 大陆人民和中央希望他回到大陆的想法 张学良的心中充满了感动 他没想到大陆的人民对自己竟是这般温和的态度 但是他也有着自己的顾虑 由于两岸关系的紧张 张学良返回大陆 势必会造成一系列的问题 在经过思考之后 张学良对吕震操说 大陆我是一定要回的 但如果真的有机会返回的话 我有三个条件要讲 张学良生活照 随后张学良向吕震操讲明了自己所谓的三个条件 一不要欢迎仪式 二不见任何记者 三大家经常见面都可以 但千万不要搞功为那一套 听完张学良的表述之后 吕震操直接答应了下来 这三个条件完全不是什么难事 中央也一定会满足张学良的心愿 给予他想要的晚年生活 吕震操还半开玩笑的说 不见记者可以 但你一下飞机 老百姓就会认出你来 围着你 不让你走 张学良与吕震操 张学良听后也有趣的回答 我不怕老百姓 我高兴见老百姓 就这样双方这次交谈 非常愉快地结束 但张学良也许没有想到 命运将会给他开一个如此巨大的玩笑 回到大陆终究成为了他带到坟墓里的愿景 五 贺有环朝梦 雲雾出秀心在双方交涉结束之后 张学良回到了台湾 再返回台湾的路上 张学良就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并且十分严肃 真诚地表达了自己想要回到祖国大陆 落叶归根的愿望 张学良与夫人合影 张学良对外界表示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 回到东北老家 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去父母坟前进行祭拜 所有回乡事宜都由东北的亲友来安排 虽然张学良已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将自己回到大陆的这项事宜私人化 去政治化 但台湾当局却依旧不愿让张学良落叶归根 反而是处处阻挠 在与台湾当局交涉的过程中 张学良还是奔不幸地患上了严重的感冒 一度住进了医院 在这期间 张学良又得了骨质疏松这样的老年疾病 日常的起居都成了问题 张学良与家人的合影众所周知 东北地区纬度较高 气候严寒 常年生活在台湾的张学良 当然很难适应这样的改变 因此张学良的返乡计划 也就不得不被一拖再拖 除了个人身体条件因素之外 张学良还受到了台湾当局施加的重压 在回到台湾之后 张学良甚至都没有机会去往香港和澳门等地 更不要说回到祖国大陆了 虽然自身的出行已经被重重限制 但张学良依旧没有放弃回国的念头 他积极与台湾当局交涉 本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踢皮球 晚年的张学良 对于一个90多岁的老人来讲 生命当中的每一分每一秒都万分珍贵 但张学良却被台湾当局整整掉了两年半的胃口 而他的身体也在等待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脆弱 无奈之下 张学良只能选择离开台湾 去往美国夏威夷疗养身体 并且最终选择在那里定居 张学良知道 自己想要回到大陆的话 就必须等待两岸关系有突破性的破冰进展 但他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1994年 张学良的儿子张驴林 带着夫人替自己的父亲回到了故土 在辗转之后到达了沈阳 在这里 张驴林见到了父亲曾经的住址 也与父亲曾经的亲友相见 并且代替张学良传达了他对故土何有人真挚的思念 张学良质子张驴林 张学良自然知道儿子的这段经历 他的心中尽是不甘 但却也无可奈何 那时的张学良已经是一个衣食起居都离不开照顾的老人 长途跋涉毫无疑问会直接要了他的命 2001年时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